才刚从断缘残壁中获救 这名富人走起路来一搏一搏 还得人搀扶 都还没歇下 所有人仓皇逃跑 就连他也是 赶快要避难 这是在乌克兰最真实情况 基辅民宅被炸毁 不少长辈募集瞬间 惊慌逃神 基辅正在最严峻的时刻 过去48小时 俄军加强力道狂轰 基辅从15号晚间8点开始 实施长达35个小时的骚击 消防队就在乌克兰 消防队救出民众有至少三人受伤 还有一人死亡 首都基辅市长亲自透过镜头诉说城市惨况 然而不止这 顿内刺客遭导弹攻击也有伤亡 马里乌波尔工业区建筑被空袭燃烧 狂冒黑烟 民众日常生活会去的超市陷入火海 尼克拉耶夫也受到炮击 九个人本来要到一家超市购物 不幸理难 乌克兰军方也公布影片 东北部城市阿克提卡 到处都被炸成废墟 俄军步步进逼 乌克兰多处民宅遭炸毁 民众有家归不得 TVBN最后报道 专客战车的飙枪飞弹 椅子排开放得整整齐齐 俄罗斯国防部释出新影片 宣称这些飙枪飞弹 全都是从乌克兰军没收来的军备 俄罗斯高调秀战果 官媒宣传动起来 似乎也曝露入侵乌克兰战争 战情告急 照片中士兵被头盔遮脸 军街被拔下来 放在下巴拍照 证明俄军少将 隶属俄罗斯军情局特种部队 在马里乌波尔机战中丧命 而乌克兰军方也公布 另一名战死的俄军上校指挥官 这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第五名战死的将领 你制裁我 我也要制裁你 俄罗斯周二也宣布要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 高层官员共13人 白宫直接嘲讽反击 俄罗斯政府一连串的动作 军事专家认为 恐怕跟俄军在乌克兰战线 陷入胶着有关 俄军在南部战略港城奥德萨 九攻不下 遭持续轰炸的东南部战略港城 马里乌波尔 地面部队传出已经被乌克兰击退 同样溃散俄军军心 普京最终目标是拿下基辅 借此摧毁乌克兰战斗意志 只是专家也说 一周目前正况也曝露俄罗斯 在兵力和技术有着致命缺陷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金碎不舍 又有两名福斯新闻记者 在采访乌克兰战地 遭到炮火袭击身亡 这是55岁资深记者 扎克塞福斯基 曾跑过伊拉克阿富汗战争 以及叙利亚内战 等暂地新闻 另一位则是24岁 乌克兰记者库夫施诺瓦 他们是在前往基辅 郊区城镇时 坐车被俄军炮火攻击 两人当场死亡 战火的无情 就连俄罗斯人也大胆表态反战 他是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第一频道编辑 在节目摄影棚中 142台币的罚款 虽然立即获得释放 但依照俄罗斯最新法律 有可能遭到起诉 并面临最高15年监禁的刑期 在俄罗斯想表达跟政府不一样意见 就得冒着可能坐牢的风险 TVB选择和报道 乌克兰难民带着小孩和毛孩 还有坐轮椅的老妇人 抵达罗马尼亚边境 才成功躲避战火 恐怕得面对更多新难题 所以专家指出 乌克兰难民 长时间待在恶劣的环境避难 有多人赶上疫情 临近乌克兰的摩尔多瓦 设立移动据点 专车接送乌克兰难民 能够免费打三剂疫苗 因为有医生说 乌克兰难民确诊案例 有增加的趋势 陆续抵达的难民 来不及戴上口罩 更别提住进时 要戴着疫苗注明 所有人在工车和火车 小小的空间挤在一起 不止无法防疫 但有难民就说 逃命最要紧 其他根本顾不上 而这很可能为欧洲 带来疫情威胁 乌克兰战前一周增加 25万人确诊 国内完全接种人口不到四成 逃亡的难民和孩童 也传出小儿麻痹和麻疹疫情 随着战争持续 可能使新冠疫情扩大传播 TVBS新闻最后报道 在波兰的这个地方 叫做科尔佐瓦 而且如果把镜头往那边一看 那一侧就是乌克兰 那个地方叫做科拉克维茨 天色昏暗 波兰时间晚上7点半 TVBS采访团队到乌克兰和波兰边境 直击难民接送车队 这一侧就是波兰的境内 这些都是空的游览车 上面都是没有载难民 但是相信他们就是要进入到乌克兰 把更多的难民载出来 跨过去就是乌克兰 科尔佐瓦在乌波边境 不止游览车还有几辆小客车 也协助难民逃难 更有人自己开车 父子两长途跋涉要到波兰投靠朋友 家当只能简单攜带 战争还要多久根本不敢假设 路透漫长 途中加油会发现油价也涨了 看看一个多月前 波兰油价从5.26资罗提到3月14号的6.86资罗提 涨幅很有感 等于一公升涨了10.6元的台币 对波兰民众来说或许只是多花点钱 但对开车远离战火的乌克兰难民 无疑是一笔额外的沉重负担 TVBS新闻洪富华刘婷婷 波兰采访不到 抱着外套和行李看起来还很疲惫 停车场一辆辆巴士 都是从乌克兰城市而来的难民 抵达波兰的卢布林 TVBS记者刘婷婷洪富华 直及卢布林转运站 因为卢布林就是波兰东部最大城市 就紧邻乌克兰 所以不少难民是搭乘客运来到这 帐篷内穿着荧光色背心的志工 热心指挥 饼干 水果 饮用水 乌克兰民众都可以免费领取 还有面纸 纸巾的民生用品 站内更是摆满满 而不止物资上的补给 心灵照顾也不马虎 这里我们有个地方 在那些人从乌克兰 可以转换衣服的衣服 这里我们有个小孩 除此之外 还有公母亲和婴儿的小房间 让他们有更好的休息环境 在逃难潮中 更有不少人会带着宠物 宠物的身心灵也会造成一定的负荷 当然如果宠物真的生病了 这里有专业的收集 来供这些乌克兰民 可以让自己的宠物来看病 不得已来到新城市 乌克兰民众对家乡的挂念 全写在脸上 美国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 要撤出俄国市场 俄罗斯莫斯科的分店 排起抢购人潮 包括麦当劳 星巴克等 俄国年轻人喜爱的美国品牌 陆续跟进 终止在俄国营运 许多俄国人在这一波西方制裁下 没了工作 经济倒退到30年前 部分俄国民众失业同时 也失去言论自由 俄罗斯总统普京 反制脸书母公司Meta 贴上极端主义组织标签 禁止俄国境内 使用脸书和Instagram 登入账号要接受 与ISIS恐怖分子相同的法律审判 这一步更随着俄国人的资讯 到非国民众失业的资讯 但这些年轻人会找到一路 这些年轻人说 这些年轻人说 但你能不能够活到这一路 我接下来都会移到 Telegram 然后我会跟他们那边 很多人就像我 都失败了一路 因为是一人的决定 所以这种状态 这位前主播任职的电视台 遭到俄国当局镇压关闭 为了安全起见 他在日前已经远走他乡 他说许多俄国年轻人也正在离开 逃离普希魔爪 俄罗斯境内反对普京的抗议人士 已经有数千人遭到逮捕 不认同普京的人 多留在俄罗斯一天 人生安全就越没有保障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 找到这一位俄国籍的网站编辑 上个星期他的网站遭到封锁 他立刻明白 是时候离开祖国了 俄国记出新假新闻法条 将独立记者视为罪犯 使得台亚的工作极度危险 但他逃出来之后 亲友都还分散在乌俄两地 根据统计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已经有20万俄国人离开俄国 寻求外国庇护 许多人落脚土耳其西南部 早就是俄国人聚集的安塔利亚 这两位俄国籍女子 已经在土耳其生活一段时间 他们说过去两个星期 俄国卢布贬值 国家成了过街老鼠 他们人在海外 日子也不好过 无论如何 隔岸关火的海外俄罗斯人 处境都比人在俄国的同胞来得好 跟随他们的脚步 出逃俄国铁幕的人 未来只会更多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乌战火开打 各国都感受到经济上的冲击 就算态度始终暧昧的中国大陆 也难以避免受到影响 大陆企业并非碍于制裁措施 而是因为大幅波动的卢布只好暂时放慢脚步 过去两个多星期 卢布对人民币已经下跌40% 北京当局不得不放宽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浮动区间 由于近日的国际局势引发全球货币汇率的变化 我国人民币与俄罗斯卢布的银行间交易价 已经不能反映全球市场的公认价格 每天5%的调整幅度 会导致我国银行间人民币币值调整缓慢 出现连续涨停板问题 导致使用银行间机器交易价的两国贸易数字 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消息是一则一息一则一忧 卢布贬值能让中国大陆用更划算的价格稳定能源供给 也因此外界担心英美的石油制裁 恐怕会让中国大陆减到便宜 俄罗斯依旧能对外出口石油换取大把人民币 趁着大好机会能买油能杀价就杀价 但大陆企业和金融机构也担心 如果跟俄罗斯企业打交道 会间接受到制裁波及 美国商务部长就警告中国大陆企业 如果违反对俄罗斯的制裁 将面临美国毁灭性的行动 北京方面也不甘示弱 强调中国企业因此受到美国制裁 也会严正反击 然而专家认为 北京当局应该不会轻举妄动 专家分析指出 美中贸易战才逐渐平息 中国大陆应该不会想冒这个险 再加上习近平年底准备进入第三任期 这段期间都会格外谨慎 一名康乃尔大学的教授更指出 因为这场恶物战争 原本对台湾野心勃勃的北京当局 可能也会更步步为营 虽然俄罗斯财政部长西鲁阿诺夫 公开表示俄罗斯现在仰赖中国大陆协助 挺过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带来的打击 但专家认为中国大陆对俄国的支援有限 而且相较之下对中国大陆来说 美国欧洲还有日本的市场更加重要 中国大陆的立场为难 要在这场欲望相争当中 无功得利 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具体新闻综合报道 波兰 捷克 斯洛维尼亚三位领袖 最首一旁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三人不为俄军炮火 亲自来到基辅力挺乌克兰 坐了数个小时的火车 大啦啦前进基辅战区 尽管出发前欧盟就警告 这趟旅途有风险 但东欧盟友就怕最后防线失守 俄军攻进家门口 翻开波兰 捷克 斯洛维尼亚 长久历史 三国都深刻体验到 俄罗斯侵略的可怕 现在元首坐证乌克兰 也是要普京不要轻举妄动 同一时间 欧洲理事会也很尽硬起来 以216票同意 三票弃权压倒性通过 首度踢出成员国 将俄罗斯汇集剔除 为了确保普京停手 再对平民持续轰炸 泽伦斯基也频频释出讯号 希望能以非北约的模式 与俄罗斯进行停火协商 另外他也在加拿大国会 向西方国家喊话设立 禁肥区 由建于乌俄局势还是僵持不下 美国总统拜登月底将前往欧洲与盟友商讨 后续策略 他最新也签署年度法案拨款高达136亿美元 提供乌克兰更多军事和人道援助 TVBS新闻 中不倒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